花蓮市公所每年春节前夕也会安排各社福团体的慰问活动 今年也不例外 16号上午透过外汇的方式 送了18桌的爱新年菜到黎明教养院 市长魏佳燕也透过黎明机构执行长梁桂花 还有教养院的院长邱淑义等人 向月申及员工们转达新年祝贺 祝花蓮市长 新年快乐 赴年新假日 16号上午华联市长魏佳燕在社劳客长萧子卫的陪同下 前往黎明教养院收到执行长梁桂花 院长邱淑义及院生们的热情欢迎 由于还在疫情期间 因此捐年菜的仪式在一楼巨星 由执行长梁桂花等人与庇护工厂的孩子们 向卫市长表达感谢 非常感谢华联市卫市长延续这一份爱心 年年都送家节的团圆饭来到黎明教养院 我们的服务对象都非常的期待 今年能够再次的跟市长有机会可以一起围炉 那也将这份感谢的心代表我们黎明的团队 谢谢市长还有市长的团队 祝大家新年快乐 华联市公所后这项政策已经十年了 那我们也希望持续的能够做下去 那因为我们知道围炉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有一些企业那不管是工不管是师 那也可以有透过家院这边来转接到黎明来帮助我们所有的院生 那在这边也要先跟我们所有的企业再拜托 也希望大家能够抛转一遇 市公所今年送给黎明教养院18桌爱新年菜 院生们在祷告感谢上帝的恩典后开行大快夺移 而卫市长也期盼未来能有更多人来关心周遭弱势的家庭 包括黎明教养院或其他社福机构都能得到善款益助 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 市公所也会透过社福资源整合平台来帮助社福机构 新年快乐 图年齐大利 记者徐立琴华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